神勇追擊手2475米外殺敵 創出新世界紀錄的就是哈里森 恭喜啦 他隊友開架最高科技的裝甲車 挖個泥騰就可以卡住他 伏擊在遠處的塔利班槍手近距離向裝甲車開槍 哈里森馬上拿起射程不足10米的自動步槍 啪啪 你幹什麼呀你 啪啪 真是勵不虛發 不過他第三槍就太貴了 射錯了那支槍 究竟2475米有多遠呢 就即是有2475.1米那麼遠 或者是247500.1米那麼遠 假設哈里森在會展開槍 子彈可以環繞地球一周 再射到港鐵站或者理工大學 或者可以去到北角站入口 然後再在炮台山出口出口 再飛到太平洋酒店住一晚 專家說如果子彈是以時速2475米飛行 要擊中目標是需要一個小時的 不過哈里森都抓過東西的 有一次他連中36槍 子彈飛到胸口再中入頭部 他也是沒有受傷的 至今他已經殺了12個塔利班成員 臨流口渦輪流口 輪流口渦滴